别再去打扰一个不回复你消息的人了 你要相信总有一天 你的热情会被值得的人温柔相待 你所遇的就是你的良人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电话拨了一次又一次 没有人接听 你却还在继续 你会不会这样的执着 信息发了一条又一条 没有人理会 你却依旧发送 别傻了 无论你多么焦急的心情 在乎你的人会立刻回你电话 不在乎你的人转头就忘了 别等了 不管你怎样用心的语言 想念你的人会马上给你留言 不想念你的人只会装作不见 不是忙也不是累 只是对你的无所谓 才会无视你耐心的等待 再多的解释 再好的理由 也只是对你敷衍的借口 一个人对你好不好 聪明如你 其实早就知道 何苦多情的打扰 自己到底重不重要 自信如你 其实早已明了 何必要自寻烦恼 不是真心给咱的东西 咱不要 不是以你为重的感情 咱不留 有些人你无需等 深情留给真心你的人 有些事你不必疼 诚心以待疼爱你的人 心里有的人 永远不会忽视你的存在 心里没有你的人 只能带给你无尽的等待 早上你说早安 午饭你说多吃点 晚饭他发朋友圈 说去跟朋友喝酒 你说少喝点 对身体不好 饭桌上 他的手机一直在响 他嫌烦 随手把你的信息 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 你却还在等他 能回忆一条信息 哪怕是一个表情也好 手机终于响了 你迫不及待的 拿起手机 是别人发来的 你满心的失望 却还是不愿放弃 他发朋友圈说 本宝宝感冒了 好希望有人送感冒药 你迫不及待的问到 坐标发来 这就去送 他没有回复你 也许你不知道 那条朋友圈 他不是发给你看的 晚上你问他在干嘛 他说去洗澡 你算了时间 该洗完了 又一条信息发过去 他没有动静 你想着也许是睡了 别去打扰一个 不愿意理你的人 因为他心里 那个最重要的人不是你 不适合的鞋子 就不要硬塞了 磨的是自己的脚 打电话对方不接 就不要一次又一次的重播了 真心你的人会第一时间打来 发微信 人家不回就不要再发了 想离你的人再忙也会回一下 搬走的餐厅 就不要大老远过去吃了 你的时间不能一直花在追随的路上 所有人和死 自己问心无愧就好 不是你的也别强求 反正离去的都是风景 留下的才是人生 那么这边 感谢观看